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近日中国大陆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 引发热烈讨论 促使各界更加关注环保议题 也引发产业转型升级 还有新能源产业讨论热潮 大陆要如何面对雾霾问题 而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部分 上一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谭景余文飞说明 刘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研究员我们看到大陆的雾霾纪录片 穹顶之下引发各界的关注 中国大陆目前的雾霾状况 它的碳排放量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穹顶之下的深度报道 会引发大家在短短时间 大家都去点击 而且大家也非常关切 甚至这个环保的部长 它也是正面的回应 会就是加强对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些监督等等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雾霾的问题 可能不是说只有当地人有感触 甚至就是说一些外地人怎么样出胎的时候 都有这种感觉 那它这个雾霾的发生 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问题 它是伴随这个中国大陆 它迅速工业化来的一些隐忧 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大陆 它是为了高速成长 赶上这个发展的支撃 所以它长期使用这些煤炭石油 这些燃烧的能源 它忽略了这个保护环境的一些重要性 那对于这些基本所需的一些空气水 粮食呢 这些东西它污染 它没有重视 以至于说说 它是用一种破坏环境的方式 来换取一个经济成长 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许多开发中国家 它是痛过的一些痛苦的一些回忆 也有很多先进国家也有面临过 也是为什么后来呢 世界各国它都会重视保护环境 还有这个国家有去发展的一个主因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全球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它在2006年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全球炭排放量最高的一个地区了 它这个排放量呢 是美国的两倍 也高于这个美国 还有欧洲它加起来的总排放量 以前呢 他们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个会议中 总是会强调说 他们的人均的排放量会比较低 可是事实上呢 就是说随着它这个排放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从去年就是2014年起呢 它每年每个人平均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它事实上已经超过欧盟了 然后它仅次于这个美国还有澳洲 所以其实它目前这种身为全球最大的 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地区 那中国大陆它不仅对于它自身的雾霾严重 它有一个紧速改善的一个压力 民众对它有压 就是会希望它改善 事实上它对于全球的这个减排 这个温室气体的部分呢 它也有不能推却的一些责任还有义务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有认为大陆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各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 不管是就在减排温室气体 或者是一些消除雾霾等等这些方面呢 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事实上都是在调整这个能源需求 然后呢要减少燃烧这个像石油煤炭这种燃料的能源 它才有可能就是有效去抑止这个空气污染 还有降低碳排放量 那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除了这些燃料的能源之外 有没有一些新的能源可以发展 然后发展出来可以降低污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囚景之下 它引发舆论之后 事实上两会现在也正在开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两会的内容当中 他们也有针对雾霾的部分 也有提到一些议题 对于他们的一些法令的一些修正上面 然后也有一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目前的十三五规划部分 它会进步去落实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可喜的是 因为很多先进国家 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在新能源产业的方面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大陆在未来 它在这个能源使用上 它可以直接呢 就是借进这个先进国家 然后呢 引进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的技术 然后呢 决定它未来 它的重工业的这部分的调整方案 然后呢 对于这个加快 推动新能源产业的步伐 它也会加快 是 研究员我们在谈这个新能源产业之前 我们现在关心 那如果未来大陆的能源使用 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话 一般的产业在发展上 或是未来的一些营运上 会有产生哪些的影响呢 乌买问题的话 最主要它是一个环保的议题 那这个环保议题 为什么大家会感受这么深 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是 许多企业制造污染 然后可能地方政府又不作为的 一些主要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风传 事实上它也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情绪 所以其实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产业发展上面的话 再透过现在他们就是 以法治国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将来对于这个环保议题的重视之后 在这个地方政府 它对于有相关的法令健全化之后 它事实上在以后这些大陆的产业发展 它在污染的问题的部分 它都必须要加以重视 那这个部分当然一方面 它会增加产业发展的一些固定成本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就可以降低空气污染的部分 然后对于整体的人民福祉 事实上也有个帮助 那台湾是大概在1980年代 我们是重视这个环保的 那环保这个议题 就是说它是一个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 才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它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当它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 它就会重新审视这个重工业的比重 产业发展上它会重视这个产业的环境保护的设备 那这些设备也会使得 就是说环保产业会有一些新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陆在产业发展上面 它也会有一些这个环保产业的一些需求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看这个重视环保的议题 事实上它是一个长期抗战 那因为我们台湾虽然就是说在环保意识上 也是高过大陆了 然后我们的法规也比较健全 可是呢我们还是在之前的这个 发现台湾的纪录片 也是有看到土地的马木昌明一面 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雾霾这个议题被挖掘出来 事实上对于大陆产业发展 它虽然会增加一些它的固定成本 可是在长远的永续发展来看的话 对于大陆产业呢 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所以在产业发展的同时 我们不能牺牲环境 要让环境能够永续 好 研究我们再来谈到 您刚刚提到大陆的新能源产业 那您可以帮我们简介一下 它目前发展牵光 还有未来在发展上 可能会遇到哪些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中国大陆之前是在燃料能源上面 它用了很多 所以它的能源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它是以燃料为主 转成为新能源需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 它对于新能源产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新能源产业如果看到这么大的市场 大家都是非常的 是非常羡慕的一个市场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中国大陆他们的新能源产业的部分 它也有一些突破 也有一些名气的一些发展 那最主要就是 2014年不认全球的 富豪榜的第一名 这位李和军 李主席 那它的部分就是像 比如说像太阳能的薄膜发电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它事实上就是说 在穿戴式的装置等等 兴起等等 然后它太阳能的薄膜发电电池 因为它也是一个零污染可弯区 然后又更轻薄 所以事实上它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中国大陆是有可能在 这个第三波的工业革命这个部分 就是说是一个能源革命的部分 来借由太阳能发电这个部分来领先全球 在太阳能发电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新能源的产业在全球都有一些发展 然后我们在看到它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看到它目前在以目前的环境当说 今年因为现在还是油价一个低档 那我们也知道说当你燃料的能源呢 的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你要发展这个新能源的话 是有点困难性的 所以呢我们也有可能就是会看到 一个新能源产业的泡沫 导致这个股票市场会影响到稳定的可能 所以我们在那个新能源的产业发展的时候 除了就是说我们support它的一个发展之外 然后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 然后创造新能源的一个市场之外 对于它的股票的市场一个稳定情况呢 我们事实上也要稍微注意 所以这个财务状况把它列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点呢 也是必须要配合办理 是 所以面对中国大陆未来新能源市场发展的一些趋势跟状况 研究员您认为我们台商可以在中间扮演哪些角色呢 因为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永续发展我们也做了很多 那我们这次看到穹顶时下 它引发一个中国大陆永续发展一个重视 事实上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产业发展之后 这扩大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大陆市场非常大 所以呢 它新能源市场的需求一定是大于攻击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在发展新能源这个产业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新能源产业列在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领域当中 然后来推动两岸的一个新能源的产业合作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借由两岸参与第三波的能源革命的过程呢 也可以提升彼此的这个永续发展的能力 然后呢 对于共同降低空气污染 还有抑制盘排放量来努力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空气比较好的话 事实上也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共同对为这个永续发展的努力的话 对于两岸之间的环保都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国家政策拥有经济会的副研究员 谭景于针对大陆面对目前各界相当关注的雾霾问题 应该要来如何解决 还有大陆未来的能源产业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部分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